近年甚少出席公开活动的谢安琪 这天出现在一个儿童图书活动 分享她和一对子女讲故事的经验 K还在现场大秀化工 而在疫情期间 K和老公张继聪都多了很多时间陪一对子女 自己在上一年多的时间在家 所以每一天也说故事给你的小朋友听了 也变成了好像我的日常工作 就是因为歌手的工作都放一旁了 那在家里我的最专门的工作就是跟小朋友 就是做很多亲子的玩游戏这些 比如说我们会就是一起煮菜 或者是就是好像刚才的说故事画画这些都会 K除了照顾家庭 他还在今年自主唱片公司自己做老板 开公司后首次推出的新歌 曲 词 编 尖 都由K一手包办 还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K也觉得非常感动 其实有很多东西还在学习 就是以前我都专注在演绎我的作品 对 概念上可能我会投入我自己的意见 可是在制作方面我真的是一个就是baby啊 小baby一开始 新人 现在新人 现在在学习很多东西 我觉得其实这样很好啊 尤其是我已经入行超过16年了现在 那还可以有这种热情 好像每一天早上醒来都很期待今天我的工作 或者是跟不同的制作人我们要谈到什么了 昨天我们谈到哪里啊 今天要继续啊 其实每一天都用很多时间去开会啊 或者是真的待在录音室里面啊 或者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作啊 这些都会跟以前的工作模式有一点点不一样 可是我自己觉得很享受也很有热情